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是外国男性访客每天也只见20名 并且不能够携带妻子女友甚至是雌性的宠物 甚至连女性的照片图画或者是有关女性的日用品也不准带上榜 此外游客抵达阿图斯也不能够立即上榜 各个户口和码头还有众多警察 等着警察是否有女扮男装者闯入 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鞭持16下然后再驱逐出境 不管身份如何特殊是女性就绝不放心 在这个男人国里大部分人都是一出生就被送来了 所以平生连女人都没有见过 高高的悬崖绝壁之上就是修道院 清一色的都是山墙大院 在这里没有现代交通工具 没有收音机电视机电话 也没有报纸还禁绝一切乐器 甚至都不能够唱歌西安等 他们每天吃着真正的素食 靠着冥想和祈祷祖日 更多心情尽在创影器上而变 欢迎大家下来观众 请不要担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OMEBSНу away 真 凡ial 不吝点赞 お叭 唱歌 aim